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之间大多存在着利益关系 而钱就是人品最好的试金石 都说借钱难 其实被借钱更是难上加难 有时候你借出去的事情 收回来就变成了丑 欠钱的人占尽便宜 借钱的人里外不是人 好心帮人 自己反而受到伤害 所以钱不能随便借 真心不能随便付出 一 借钱是朋友 所债成冤仇 莎士比亚说 借钱给别人会让你人才两失 向别人借钱会让你挥霍无度 借钱是很考验友情的事情 有多少人因为借钱 导致友情破裂 最终势不两立呢 借钱是情分 不借是本分 没有人理所应当帮助你 电视剧《我是余欢水》里 余欢水把母亲留给自己的13万 借给了好朋友吕夫蒙 后来余欢水想给老婆买车 就向吕夫蒙讨要这13万 结果吕夫蒙多次欺骗她 拒绝还钱 余欢水遭到好朋友的背叛 老婆的离弃 人生一度陷入低谷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屡间不鲜 常常听到这样的话 你那么有钱 借我一点又怎样 不就是借了一点钱吗 催什么催 你这人真小气 对于不懂感恩的人 你的帮助在他看来就是天经地义 他甚至会得寸进尺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明星杨米被问到借钱观 他坦言自己通常不会借 他说借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别人会想 你都是一个这么大的演员了 你不会找我要回这两万块钱吧 不要轻易把感情用金钱去考量 借出去简单 可能到头来人才两空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些冷漠 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更有利于维持友谊 曾广闲文里有这样一句话 放债如师 收债如讨 你借钱出去的时候就像施舍 讨债回来的时候就像乞讨 向别人借钱一定要慎重 借给别人钱也一定要有智慧处理 二 救急不救穷 帮忙避钱财 俗话说救急不救穷 借钱是一门学问 老祖先告诉我们 做人应该心存善良 但不是所有的忙都能帮 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 借出去的时候也要多加考量 如果遇到突发的危机 帮助他就是雪中送炭 但如果帮助贫穷而懒惰之人 他不会因此而变得富有 反而会依赖你 这样就是害了他 古代有户富人家乐上好施 总是阶级贫敏 给他们衣食 甚至为他们提供住所 时间长了 镇上所有的人都称他们家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后来有一次 有位外乡人逃荒到了这里 富人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换上干净衣服 给了他一些银两 好供他生存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这个人不停地向富人索要金钱 他越来越贪婪 也越来越懒惰 终于有一次 富人不再给他钱 他就大骂 你真是个伪君子 说是积德行善 却舍不得给予我一点钱财 富人健壮收回了所有给他的帮助 从此立下家规 救机不救穷 你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无底洞 也永远味不保 不知感恩的心 对于一个心穷的人 物质上给他再多帮助都无济于事 他不会有半点感恩 最后可能还会翻脸变成仇人 马云曾经说过 借出去钱 就不要想着能要回来 钱钟书先生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处理方法 从来不借钱给别人 如果有人找他借钱 借两半 他就给你一万 最后他会说不用还了 真正心存感恩的人 就算你不问他讨要 他也会想着还你 而不守信用的人 你去问他讨要 反而会碰一鼻子灰 借钱给别人最终失去的 不仅仅是钱 而是人和人之间的情 三 还钱看人品 莫让有寒心 古允允 金钱面前是人心 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把钱借出去 是彼此的信任 是真心的交换 同时他也能探出人性 伤透人心 李嘉诚曾说 什么最难 借钱 肯借钱给你的人 一定是真心你的人 舍得把钱借给你的人 不是因为他们钱多而无处花 而是你比钱重要 不忍心看你被钱所困 用全部的真心来为你救济 而那些借钱不还的人 浪费了别人的好意 还损坏了自己的人品 不懂感恩 没有诚信 这样的人尽早远离 切莫深交 真心很贵 时时刻刻都要好好珍惜 任何人都没有 义无无条件的给予你金钱 这样真心帮助你的人 要铭记于心 金钱能够看清 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感情的真假 用钱去看 一眼便知 因为借钱 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好坏 真诚与否 人生在世 行善是本分 但是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善良要留给值得的人 我们难免会与 各色各样的人群打交道 而在这个过程中 往往最怕遇到的 就是那些心口不一之人 遇到之后 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而且还会倒霉 不过人生一路上 总有磕磕绊绊 其实积攒一定的精力 我们终能明白 把精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人和世上 纯属是无用的相好 老僧就曾告诫我们 人有三不交 钱有三不戒 如果你做到了 注定一生都有着好运 1. 人有三不交 1. 不孝顺父母的人 百善孝为先 孝顺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如果一个人 堂而皇之地接受父母的付出 有肆无忌惮地对父母忽来喝去 不去做回报他们的事 那么这种人别教 生养他的父母 他都不会放心上 何况是你呢 记得村子里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村里有一位老汉姓杨 老伴儿在生二儿子的时候去世了 今年84岁了 正应了那句老话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叫自己去 今年在给二儿子剥玉米的时候 一头倒在了地上 突发脑溢血瘫痪了 老汉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长得高 而且样貌很好 而二儿子个子不高 皮肤又黑 说话戚戚爱爱 两儿子只差两岁 同一年结婚 大儿媳普通的妇女 二儿子却长了一个玫瑰花似的媳妇 所以对二儿子家里就格外地照顾 大儿媳妇性格颇辣 因为老汉偏心的事情 这些年不知道吵了多少次架 上次吵架还是上年摘花生的时候 老汉瘫痪了 只能在俩儿子家轮着过 到了二儿子家 二儿媳表现得十分热情 一口一口地爹叫着 买核桃 买瓜子 买螃蟹 买牛肉干 苹果 你买这些东西 咱爹能 能 能 能吃吗 老二很疑惑 什么咱爹 那是你爹 买给他吃还不行 他吃不了给我儿子吃 我爹这些年给咱干这么多的活 咱得好好伺候 二儿媳一下气如火山大声吼叫 不就干了这么点活吗 我还把他当神仙供着呀 我嫁给你真是瞎眼了 他都快去世了 吃那么好有什么用 老二只点头说不出话 三脚踹不出一个屁的东西 二儿媳妇嫌弃道 老汉在二儿子家过了一段时间 瘦了十几斤 邻居们看见都纳闷 老二媳妇每天都买了那么多东西 给老头吃怎么还瘦了 真是没有享福的命呀 邻居感叹道 老汉被接到大儿子家 大儿媳的脸铁青 哟 爹啊 你现在来找我们来了 给我家摘花生来了 现在花生还没熟呢 老大家的 爹以前对不住你 爹都是快去世的人了 你多原谅 等到花生熟了 爹给你家摘 大儿子说 爹啊 你别说没用的了 你之前怎么对我的 我可记着呢 哼 老汉在老大家刚开始的时候 还能吃上饭 到后来 大儿媳到城里 给儿子看孩子 老汉三天也吃不上一顿饭 老汉去世了 爬出门找饭吃 摔了 俩儿子风风光光地送走了这个 还有八十斤的老爹 又到了摘花生的时候 大儿媳从城里出来了 瘦了一大圈 摘了一天的花生 猛地一起摔倒了 狠狠地摔在地上 大儿媳妇就此丢了性命 煞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样的人对自己的父母不孝敬 自然就遭到了报应 如果连自己家里的人都不孝敬 没有同理心 那怎么能对别人好呢 因此在生活中最好不要结交这样的人 不然就会让你倒霉 二 自私自利的人 眼中只有利益的人 不会把身边人真正放在心上 他们认钱不认人 重利不重义 你过得好 他们对你笑脸相迎 你若过得不好 就冷眼相待 万一跟他们起利益冲突 要小心被出卖 过河拆桥 老僧 曾总结出自私自利的人 有这样几个特征 遇到千万要小心 第一 以自我为中心 他会为了自己 不惜毁灭和伤害别人 他们不会有任何愧疚感 第二 贪婪 欲望无限膨胀 什么都想要 第三 冷漠 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 没有感情 第四 吝啬 不仅表现在金钱上 也表现在情感上 他们看起来很节俭 不合群 实质是 不愿在别人身上多花一分钱 和一分钟时间 他们只有在获取 更大利益的时候 才愿付出感情 但在平时 又不会愿意 多付出一点的感情 第五 多疑 总在怀疑 总在算计 三 表里不一的人 有心理学家说过 想要打消一个人疑虑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你感受到 他的真情实感 在以前 我们总认为 真情实感是装不出来的 可当我们到了工作岗位后 我们才发现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就像那些心口不一的人 他们表面上对你恭敬有礼 并非是他们想和你交朋友 和你有关系 而是他们想打消你的疑虑 降低你的警惕心理 一把利刃 什么时候才是威力最大的呢 明晃晃地出现在人前时 他的威力是最小的 而只有他隐藏起来之后 你在明他在暗 这时他的威力才是最大的 而那些背地里作恶多端的人 他们永远都有这样的想法 只要你相信了 他们表面上的真情实感了 那么你也就入套了 那把利刃也就离你不远了 俗话说得好 不怕真小人就怕伪君子 有些人人前一个样 背后又一个样 在你面前可能亲切友好 与你相谈甚欢 背后却会说你是非 算计你的不是 君子一处小人难防 遇见表里不一的人要躲着走 否则不仅你有可能被他惦记上 说不定还会变成跟他一样 两面三刀的人 二 钱有三不借 一 好吃懒做的不借 有句老话说道 旧疾不旧穷 好吃懒做的人 整日不思进取 不知悔改 给他们借钱 无疑跟打水漂一样 白费 他们思想怠慢 借了钱自然也不会把你的好意放心上 更不会付出实际行动还给你 所以 要是有这种不进取的人向你借钱 就一定要谨慎 你的善心 是要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的 别在他们身上浪费 我有一个朋友 他给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弟弟是94年 朋友是92年的 朋友一直在外打工 而他的弟弟就跟家里人一起在家里生活 有几年 弟弟一直找我朋友借钱 朋友知道之后 认为家里有困难 就一直给他 而朋友的生活也越来越差 从父母那里得知真相之后 很生气 因为弟弟不怎么上班 一年就最多工作两三个月 现在直接不上班了 朋友知道之后就教训了弟弟 并且还说自己不会借钱了 然后他的弟弟就骂了他几句 两人还成了仇人 朋友过年回去老家 父母给他买的房子 他三次叫朋友离开 朋友气得直接搬到酒店住了三天 甚至父母还向着弟弟 后来弟弟也一直没有上班 一直靠着父母养 因为没和弟弟联系之后 朋友的生活好了一些 其实好吃懒做的人 不管借多少钱 都不能真正帮助他们 所以在生活中 遇到这样的人 一定要小心 二 不知根底的人 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若是有刚认识不久的人 就跟你借钱 无论是现实还是网络 都得提高警惕了 试想 你会跟一个认识不久的人借钱吗 这类不知其底细的人 开口闭口就谈钱 还是小心为好 一旦信错了人 很容易会让自己付出代价 三 不讲信用的人 孔子云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一个习惯了出而反而 花言巧语骗人的人 你敢信任他吗 借钱其实借的是信用 面对信用低的人 向你借钱三思而后行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有时候宁愿翻脸不借 也别给自己找麻烦 钱借出去 再追回来 难上加难 最后丢了情分 又失了钱 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 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如此 因为人脉圈子广 当时他遇到了男士 找了很多人借钱 但是后来没有还钱 最后这些人都没有再理过他 而且这位朋友就像是 过街老鼠 人人寒打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 曾经相信了别人 却换来了欺骗 依赖了别人 却换来了背叛 在乎了别人 却换来了伤害 是不是常会认为 懂自己的人 微乎其微 真心收获的不是真心 是虚情假意 相处久了就明白了 原来一切都是那么的虚伪 实际上有些人就是如此 永远也猜不透 因此在生活中 一定要远离这三种人 这三种钱不要借 只有当你做到了 福报自然就会 逃得忘 他说自己的家训事 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也不借别人的钱 他虽然捐了120多亿现金出去 但他坚决不担保 不借钱 也坚决不借钱给别人 借出去的钱 是扑出去的水 钱借给人家 就等于丢了 什么时候还给你 就是捡了 你先掂量一下 是否丢得起 丢得起就借 那就不要在乎 人家是否还得起 关于借钱 学者刘欣做过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 借钱后足额归还的人 只占到24.2% 不到四分之一 借钱后 表面还好 但已经不再相信对方的人 竟然高达八成 有7.2%的人 选择了断绝关系 所以决定借钱出去的时候 第一原则 就是时刻记住 必须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借钱 永远不要超越你的能力 去帮助别人 如果因为把钱借给别人 而使自己陷入深渊 那实际上 是你自己太蠢 没有金刚钻 偏懒瓷器活 做的是傻瓜才做的事 永远怪不得别人 我见过为朋友担保借钱 结果反而为朋友还债的实力 也见过为了朋友借钱而借钱 结果朋友无力偿还 那些帮他借的钱 全压到自己身上 导致下半生 落在一直为他人还债的金框里 要记住 做好人也是需要实力的 否则 你不但帮不上大忙 反而把自己绕进去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永远不要做 有能力借钱出去的时候 就得想着 借出去的钱 泼出去的水 借出去的钱 已经不属于你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 那千万不要借钱给别人 莎士比亚说 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借出去会使你人财两空 也不要向别人借钱 借进来会使你失掉自尊 我想很多人都帮助过别人 借钱给朋友或亲戚 我也不例外 几年前借了些钱给朋友 目前还有大几十万 没要回来 借钱的时候 借钱人往往打着友情牌 什么好兄弟啦 发小闺蜜啦 再顶顶高帽子给戴上 好爽啦 大气啦 够朋友啦 但是 等到要他们还钱的时候 脸色就不好看了 你就缺这几个钱 急什么 不会少你的 还有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最后 就是翻脸不认人 你去告我好了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拿去吧 我觉得有句俗话 说得特别对 借出去 是感情 收回来 是仇人 借钱 就是花钱买仇人 借出去的钱 想收回来 实在是太太太难了 你好心帮别人 借了钱后编了制 这不是给自己找不通快吗 所以 最好钱 不要借给别人 确实觉得很可怜 那就送给他 特别是大数额的钱 一定不要借 借了 那么收回来的可能性 也只有百分之一不到吧 毕竟现在的人 没良心的太多 借你之前是爸爸 借钱之后 他是大爷 千年不赖 万年不还 站着借钱 跪着要债 借钱出去是老爷 出去要债 是孙子 去要债比什么都难 还得看人脸色 真的很难受 所以 尽可能地不借钱 也是一种自保 刘庸说 每次借钱给朋友 就是把信任 一起借出去 并且不抱有 可以拿回来的期望 直到拿回来的那天 会有收获信任的惊喜 在这个世间 哪个人不喜欢财 可是要知道 不义之财 绝不可以去 因为不义之财 不仅留不住 往往还会有 很难想象的灾难 世间人无名 以为倩钱不还 就是自己的了 自己就能发财了 殊不知 头顶三尺 有神明 因果一分一毫 都不会错乱呀 李济大学说 获备而入者 以备而出 意思是说 用不正当的手段 得到的财物 会通过非常不好的 途径失去 不正当的手段 得到的钱财 往往是加倍出的 并且附带着灾难 大家留意一下 就会发现 那些欠债不还的人 做生意要么巨亏 打工的 要么失业 总之 混的都是越来越灾 因为 每一分钱上 都住着一位财神 阿玉王金说 钱 即是神 通灵性 欲善则生 碰恶 则灭 钱财是世间 唯一没有生命 却能生 能灭的 欠人钱的 就是借了别人的财神度日 那财神到期 是要回家的 到期了 财神想回家 欠钱者 却阻拦着财神 不让回家 财神毕生怨恨 日久生怨 必遭大难 家财也是必然 子孙后代 也跟着受累 正如太上感应篇所说 又诸横取人财者 乃既其妻子家口以荡之 贱至 死丧 意思是说 又有各种利用自己的威势 蛮横地霸占他人财物的人 上天就会估算他的妻子 子女和家人的情况 来让他遭受相等的报应 渐渐止于死亡 因果轮回 有因必有果 害人中害己 借钱不还者 不管有怎样的念头 还是想劝一句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人生中 能遇见雪中送炭的朋友 那是上天赐予你的福气 一定要珍惜 不要挥霍 再浓厚的感情 也经不起随意挥霍 再生死的情意 也经不起金钱的打磨 钱如炼金炉 能检验人心 真朋友真感情 如真金 欲炼欲纯粹 最后收获真朋友 假朋友假感情 欲炼欲消融 最后无影无踪 人世间知交无几 知己更凌落 愿你我 都懂得珍惜 我都懂得珍惜 我都懂得珍惜 你自己不过珍惜 我都懂得珍惜 明天赛